大家好,今天在菜市场看见一个老大爷卖的小白菜特别的新鲜,花了五毛钱买了一大把。 今天用小白菜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。 首先我们先把小白菜清洗干净以后切去老根不要。 再切成细一点的细丝,切好收入一个大碗中备用。 再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,用擦丝器擦成细丝。 这里加入胡萝卜既可以增加营养,也可以起到一个配色的作用。 擦完以后往里面加入一勺的食用盐,搅拌均匀杀出里面的水分。 先放一旁腌个十分钟。 接下来和各面团先往大碗中加入200克面粉,加入一勺食用盐增加面粉的筋性。 一半加入70度左右的开水烫面,边倒边搅拌。 另一半再用凉水和面,同样也边倒边搅拌。 这样做出来的面食既柔软又好吃。 然后把两种面絮搅拌在一起。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的絮状。 再下手揉成面团,揉成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。 盖上盖子先放一旁松弛一会。 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三个鸡蛋。 加入一点食用盐增加底味。 少许的胡椒粉去腥。 用筷子搅拌均匀,把蛋液搅散。 再把一把小葱切成葱花。 切好收入一个小碗中备用。 准备一个跟孩子爱吃的火腿肠,先切成细条。 再切成小丁。 切好和小葱放在一起。 锅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。 油热倒入鸡蛋液,用筷子快速地把鸡蛋液滑散。 炒成小一点的鸡蛋碎。 再加入一把虾皮。 继续翻炒均匀,炒出虾皮的香味。 关火先放一旁晾凉。 现在我们的小白菜和胡萝卜腌出了很多水分。 用立即干里面都有的水分。 像这样就可以。 加入一勺小墨香油锁住小白菜的水分。 再把炒好的鸡蛋虾皮倒进来。 火腿和葱花也倒进来。 下面开始调味,加入半勺胡椒粉,少许的鸡精。 一勺蚝油提鲜。 一勺生抽上色,用筷子把所有的食材充分地搅拌均匀。 小白菜用食用盐腌过虾皮也是咸的。 这里面我们就不要加盐,先放一旁备用。 取出醒好的面团,不用揉面,直接搓成细长条。 然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。 撒上一点干面粉防粘。 再依次把所有的小剂子都按扁。 再用擀面杖把它擀成一个中间后边圆薄的饺子皮。 再放上一勺调好的馅料。 给它包成一个小包子的形状。 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。 包好以后整齐地摆放到蒸壁上。 盖上盖子水开以后蒸15分钟。 时间到以后打开盖子看看。 各个薄皮大线静影剔透。 给它取出来装入盘中。 里面的馅料颜色也特别的好看。 有红有绿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。 里面加入了小白菜、虾皮、火腿、鸡蛋营养也特别的丰富。 小白菜的营养也特别的丰富。 是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最丰富的蔬菜之一。 这个季节可以多吃一些。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家关注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